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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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您跟着我念 纳摩阿弥陀佛 纳摩阿弥陀佛 老人家 您肯定等往生 阿弥陀佛就等着您命中接您到极乐世界呢 之后的时间里 负责安老的法师 莲友 经常来看他 鼓励他念佛 老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听话 让他念佛 他就跟着念 十月十三日上午 陪伴老人的三个女儿 都闻到了扑鼻的奇妙檀香 而老人的样子也到了临终的时候了 十六点多 你们一定要把我妈念活过来 让她再活几十年 太有任务 那么 地藏王菩萨 求求您 把我的母亲留下来 老人家 您一定要求生极乐 跟我们念佛 这个世界不值得贪恋 有外缘干扰 也阻挡不了阿弥陀佛来救您 佛愿法师将大女儿支出去 老人倒了十几口气 十六点五十五分 安然离世 拿摩 阿弥陀佛 是你们 就是你们有催棉术 把妈妈催走了 但是法师和莲友们不受干扰 坚定地助念 尽管现场秩序几次被打乱 但法师 连友们佛号生生 相续不断 拿我 阿弥陀佛 十四日凌晨三点 掀开往生背 老人面色如生 肢体柔软 双腿可盘 见者 无不庆喜赞参 助念时 小女儿看见母亲 十七八岁的样子 非常庄严 坐着鲜艳的莲花 跟着阿弥陀佛走了 护工佛方与张映长缘分很好 他同一时间也看到了张映长 坐着莲花 来到他的房间 十七八岁的样子 与小女儿描述的一样 十四日 法师连友送张映长菩萨遗体 到殡仪馆火化 火化后 剪出漂亮的舍利花 这 这是舍利花 那 纳 纳莫 纳莫 阿弥陀佛 见证这一过程 家属皆大欢喜 大女儿与全家十口人一起 请终遭法师给寿三皈依 法名 佛寿 女儿 女儿 妈妈 您还好吗 你要尝念 纳莫阿弥陀佛 请你妹妹 把我带的佛牌 给你戴上 大女儿佛寿 非常感动 多次向法师 院长 连友恩 行礼 道歉 感恩 十月十五日 张映长菩萨的骨灰 做成光明丸 在法师连友的生生佛号中 洒进渤海 与水族众生 结极乐净土之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